好 來你們現在看喔 我現在要畫三角形還有平行四邊形 這兩種圖形的高 當我們在畫高的時候 我等一下的紅線全部都叫做底 可以嗎 紅線都叫做底 然後我在畫高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你只要拿著你的三角板 然後開始去對齊 記得 我去對齊的時候 今天是不是已經用了兩個點了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點了 那第三個點在哪裡 上面 第三個點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在這邊 那感覺就很像是什麼 你把 對不起 等我一下 你把他們對齊 你把他們對齊 然後就開始這樣走走走 然後碰到第三個點的時候跟我講 碰到了嗎 碰到了嗎 碰到了 好所以第三個點碰到了 所以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高 好啊等一下畫出來一下 我先把這一條線延長 不好意思我用別種顏色 好你就把這一條線而已啊 把這一條線延長 延長完之後呢 就把這個對齊對到第三個點 對到第三個點 然後畫下來 來 這一條就是我們的什麼 高 高 好第一個圖 最簡單吧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每一個人最直覺的 好再來 第二個 如果今天是長 這樣子的一個底 這樣子的底 第三個點是不是在這邊 第三個點是不是在這邊 對 是吧 好那你就一樣 拿著你的三角板 然後就跟著這裡 然後就這樣對齊 但是要經過第三個點喔 好我從這裡開始走 然後到的時候跟我講 到了 好謝謝 所以到了之後我就從這個點 然後這樣畫過去 這就是我的 高 好 這一個就是我的高 反正就是這樣子做而已齁 所以這個是紅色的底 跟高 等一下 好 所以這就是底跟高 再來第三個 還有這條長度的 一樣拿著你的 三角板 好拿著你的三角板 要經過第三個點喔 跟我一下 好 來 經過第三個點的時候跟我講 到了嗎 還沒 到了 好謝謝 所以第三個點在這裡 然後我要把它畫下來 可是 這一條不夠漂亮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裡怎樣 是不是延長 OK嗎 所以這裡 畫一個垂直記號 那這裡到這裡 這個就叫做什麼 所以其實就是拿著三角板 這樣走路而已 OK嗎 沿著紅色的線走路 碰到第三個點 停止 這個就是畫高 再來 下一個圖形 這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的高 我們來看一下有幾條 來第一個 沿著紅色的走路 是碰到點就可以了 所以這條畫下來 這數可以叫做我們的高 對 你說老師 如果想要把高畫在 又用到了 抱歉 好 如果今天想要把它畫在這裡 這條可不可以叫做高 可以 可以啊 如果今天再把它移出去 好我再把它移出去的時候 好我再把它移出去的時候 這裡 然後我把這裡延長 這個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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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條都可以叫做什麼 高 啊當然你在看你自己 但記得 你在畫高的時候 一定都要畫一個垂直的 記號 再來這裡寫個高 當然這裡也寫一個 底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你自己會增加自己的印象 好最後一個圖形 如果是長斜斜的 一樣拿著你的三角板 啊沿著走 只要有垂直 然後經過 其中一個點 這是不是經過了一個點啊 對 好所以我把這裡 畫起來 這個就可以叫做高了 OK嗎 對 啊如果今天想要把它在網上畫 啊就這一條呢 這條可不可以叫高 對 啊記得喔 一定都要畫一個垂直 記號 好啊如果今天真的很無聊 我把它往外延伸 我把這一條往外延伸 等我一下 嗯 好 不好意思喔 我把這一條往外延伸 然後我畫了這一條 這可不可以叫做高 可以 可以 但這個動作真的太無聊了 你只要這兩條 其中一條 反正這個叫做底 我現在畫了這個都叫做什麼 高 好這樣有清楚吧 有